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三问训 佛三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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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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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的效果 杨栋梁 杨栋梁的效果 来得还要好 他之前常给那些不能睡觉的病人 算绵羊 一只 两只 三只 失眠就数羊 数累了 可能就睡了 但是很多的病人还是没有办法 有些病人数到天亮 数到一千只 都还睡不了 所以 郭听说 念南無阿弥陀佛 很容易殊胜 就试试看 建议这些特别的病人来念佛 没有想到 效果还真的不错 他说 他有遇到一个病人 给他印象是最深刻的 这个病人血压是不大正常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梦到和自己过世的亲人来往 那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就会感到很累 累了就生病 病了又不能好好睡 晚上一直还要做这样子的噩梦 可以说是一种恶性循环就对了 那个时候 赵博士有经验了 直接就劝他念佛 但是这个病人说 他是无神论的 就是他不相信这些的 那赵博士很有智慧 他就说 我都没有叫你要信什么嘛 我只是要你念佛而已 就好像我给你吃药一样 我给你药吃 你就把它吃下去就对了 信不信 是另外一回事 你就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当作药来念了就好 我又不是叫你要做什么 这个无神论的病人 停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 就这样试试看 开始念佛了 过几个星期复诊的时候 就问他的情况 那没有想到 这个病人就说 哇 南无阿弥陀佛 还真的很好用 因为当天 我念佛以后 就少了很多死人的噩梦 所以我继续给他念佛 念三天 更没有想到 三天以后 我再也没有梦到那些东西了 赵博士 他是遇到很多这样子病人念佛改变的案例 但是他说 这个案例让他的印象最深刻 因为连一个不信佛 无神论的人才念佛三天 效果就是这么明显 所以 我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天心菩萨说的 处者生圣乐 过家山灵陀 就不管什么事情 念佛都能够得到殊胜的安乐利益 前面 历史上的渔夫 你看 补于念佛 这位现代的医生 给那些没有学佛的病人念佛 但是 大家通通都得到利益了 我们看这些人什么都不懂啊 他们也不是佛弟子 也不是佛教徒 连阿弥陀佛是谁都不知道 但是 就这样子念佛得到好处 所以有时候 我们劝人念佛要慰劝 不要一下子给他们讲一大堆的道理 一大堆条件的 不要整天说 你要这样那样 才可以念佛 一般人听到你讲这么多 直接就不念佛的多了 你需要跟他们直接说 念佛没有条件的 你现在当心要念佛 阿弥陀佛当心要加持你 这样你就把他们阿弥陀佛介绍出去了 他们不知道 也不要紧 有念佛 自然就得到利益 天心菩萨讲的 促者生生乐 国家占领佛 就算他们现在有些习系 改不了也不要紧 你就先给他们念佛 有不好习惯的人念佛 坏习惯也慢慢的就改变了 像有时候听到林友说 阴影很重啊 以前太太 叫她怎么戒 都戒不了 结果来念佛了一段时间 她不用人家说 自己就把她戒掉了 那就算我们讲 真的 改不掉全部也好 我们凡夫确实是没有办法全部改掉习系的嘛 因为我们终究是凡夫 但是 最后我们得生净土 自然全部就清干净了 阿弥陀佛于故事里面这个人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看这个于夫老人家 念佛到极乐世界以后是坐着脸庞回来的 我们看这多殊胜啊!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是处着胜胜乐 就是凡是接触到南无阿弥陀佛的 自然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自然得到弥陀护念的利益 自然得到弥陀的救度 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加持力 不怕不把他们这些人都转得过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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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